今天凌晨4点多有两名男子到新竹市的两间餐厅砸店泼漆 整间店面的玻璃几乎全破 而且通通被染成了鲜红色 员工一大早来上班看到这样子的画面通通被吓坏了 警方调查一次是因为两间餐厅的股东之间理念不合 才会引发这一起糗纷 店门口被泼了鲜红色的油漆 整间店面一片红通通 这红漆泼的到处都是连路边电线杆也遭殃 甚至连一旁的落地窗也被砸出一个大洞 碎玻璃四处散落 把一早来上班的员工给吓坏 离谱的是同一天不止这一间店遭破坏 12号凌晨4点多 两名男子先到新竹东南街 对这一间粥铺砸店泼漆 结束后又跑到金国路一间牛排馆 做出同样的行为 恐吓意味相当浓厚 警方初步调查 这两间餐厅是同一群股东经营 疑似因为经营理念不合产生纠纷 那目前我们也已经掌握两名国际男子的身份 将均速查击到案 还好过程全被监视器拍下 不过两间店位置就在闹区 嫌犯竟然大胆嚣张砸店 也让当地居民忍不住担忧 新竹治安是否出了问题 记者中文报道